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道理 题目是要喂养我的羊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来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好牧人 做神养的好牧人 耶稣也为这些养来舍他的生命 当耶稣升天之后 在升天之前 耶稣对彼得说 三次连续着问彼得 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 彼得回答是的 之后 主就对彼得说 让彼得 喂养 神的养 这是耶稣升天之前 耶稣这样子问他 是希望彼得可以喂养耶稣的羊 我们呢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我们是走在灵力的 我们有属灵的生命 我们要来喂养神的羊 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来的时候 有为我们做过榜样 耶稣升天之后 耶稣有吩咐 让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 当他见到许多人的时候 耶稣有心里就发出了怜悯 我们看马太福音 九章三十六节 我们翻到了这个经节 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在这里耶稣看到了很多的人 他们困苦 他们流离 对耶稣来讲 他们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个经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怜悯那些还没有来信耶稣的人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向他们传福音 并且去照顾他们 做他们的牧人 就像耶稣在这个时候一般 看到人就有发出怜悯的心来 耶稣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看见了其实是他们这些人的灵魂 耶稣想要来救他们的灵魂 因为人若不信耶稣 他们没有其他可以得救的路子 人要来信 并且要受洗 受洗完了之后 还是需要牧人的 因为如果没有牧人来照顾他们 羊就会散去了 会到处走走 耶稣给彼得是怎么样吩咐的呢 他向彼得吩咐的就是让彼得要来 喂养 要来喂养耶稣的羊 就是要给羊吃东西 那这些可以吃的东西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神的话语 羊群就是相信耶稣的人 这个经节里面 这个经节里面有谈到说 我他指的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耶稣三次连续着一直问彼得 让彼得知道说 喂养跟牧养 羊是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不照顾羊群的话 羊就会走私了 他们就会散掉了 我们看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 五节到八节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 五节到八节 我们翻到了这个经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 五节 因无牧人羊就分散 既分散就做一切野兽的食物 六节 我的羊在珠山间 在格高刚 上流离 在全地上分散 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 七节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 要听耶和华的话 八节 主耶和华说 我指责我的永生启示 我的羊 因无牧人就成为略物 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 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 并不牧养我的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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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这个圣经的经节 记载的是以西节所写的 他写着关于那些 不照顾羊群的 母人 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牧人没有照顾羊群 也没有将食物给羊群吃 结果会怎么样呢 羊群就散了 因为如果羊群没有牧人看的话 他们就会分散 就会分散在各地 因为没有牧人 所以羊群最终成为野兽的食物 是什么叫做变成野兽的食物呢 就好像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没有牧人来照顾 就会散掉 散在各地 那最后会怎么样 就会有撒旦来把我们给拉走 魔鬼就会来欺负这样的人 就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没有去照顾 没有去将食物给羊群们 没有将食物分给这些信耶稣的人 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就会降低了 他们会慢慢地离开耶稣 所以圣经在这里 勉励我们要将食物 或者说将神的道理分给他们 当信徒他们有了神的道理 他们就有了属灵生命的食物了 他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坚强 他们才有力气紧紧地跟着主 他们才不会失散 这里谈到的就是 没有牧人看管的羊群们 因为没有人看 就会分散 这里圣经怎么说呢 说那时候羊就会散在 在珠山间隔高岗上 在全地上给分散 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分散了之后 没有人去寻 没有人去找 这里想告诉我们就是说 牧人有责任来照顾羊群 不管这只羊它走到了哪里 总是要将羊给找回来 要努力地去寻 去找将这个羊带回羊圈里面来 如果不去寻找的话 这个羊就会不见了 就会变成野兽的食物 这个牧人也就是要照顾羊群的人 他要用心地来照顾羊群 第七节神有这样吩咐我们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 要听耶和华的话 这里神有话直接 对这些牧人 这些牧羊羊群的人来说 让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要听耶和华的话 要行神的道 旧 reporters 八节神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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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电 主活着 主指着他的永生来启示 为了他的羊来启示 因为他的羊 因为主的羊没有牧人 主的羊成为了野兽的食物 因为牧人不操心羊群们 也不照顾羊群们 神的牧羊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不努力地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只牧养自己 不去牧养主的羊 这段话是对着牧养人来说的 让他要照顾羊群 要将食物给羊群吃 要去寻找迷失的羊 在圣经里面 神还有话说 一百只羊 有一只不见了 就将九十九只羊放下来 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这是神的话 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 牧养人有责任来牧养羊群 来照顾羊群 感谢主 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说牧养他们没有去照顾羊群 但是牧养不照顾 神会就这样子的丢弃这些羊吗 不会的 神不会丢弃自己的羊 我们看十一节 十一节 十一节我们一直看到第十六节 我们十一节看到十六节 我一起读 十一节 十一节 九耶和华如是说 看来我被亲自寻找我的羊 将他们寻见 二节 牧养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被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蜜群黑暗的日子 散到各处 我被从那里救他们来 十三节 我被从万民中引他们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也被在以色列身上 一切吸水旁边 境内一切可居之处 牧养他们 十四节 我被在美好的草场 牧养他们 他们的圈 被在以色列高处的身上 他们被在加美之圈 中 坦卧也在以色列山 非美的草场 是草 数节 主耶和华说 我被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坦卧 十六节 失散的我被寻找 被逐的我被领回 受伤的我被残活 有病的我被医治 只是肥的 草的我被除灭 也要并光慕 他们 阿们 我被担心 在以色列山 第四个 你一直教的初心 你来自于 你来自于 他来自于 有空 有空 第二个 我现在 满 prizes 冰冰冰 马 满 我可以 作为 一些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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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只能 让你 让你 我们 阿们 这段经节里面我们看到说 当牧人丢弃了这些羊 没有来照顾的时候 主他不会丢弃那些羊的 主必寻找这个羊 把它找回来 牧人不照顾羊 丢弃了这些主的羊 十一节主怎么说呢 主在第十一节说 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主呢必须帮他的羊找回来 会努力地去帮他找回来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 主不会去丢弃他的羊 他一定会将羊给找回来 并且会去照顾主的羊 即便这些羊 是散在各处 主总是会将这些羊 给寻回来的 并且好好地照顾这些羊 主会照顾这些羊 会将食物给这些羊 并且怎么样呢 这些羊碎的地方 主必在那边 做一个好的羊圈 给他们做 主在这里说 他要亲自作为他羊的牧人 那些迷失的羊被带回来了 那些受伤的羊 主必给他们包裹 并且将力量赐给那些生病的羊 这里我们就看到 主确实是真正的好牧人 他不会去丢弃他任何一只羊 牧人也许会不去在乎这些羊 不去看顾 但是主总是不会抛弃这些羊 我们来看看这些没有牧人的羊 就好像是没有母亲 没有父亲的孤儿一般 我们来想想看 像那些没有父母的 他们走去那里 没有人照顾他们 没有人教导他们 没有人攻击他们所需的 他就来回走 就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 所以牧人要有这个责任心 好好地来照顾主的羊 在耶稣升天之前 耶稣三次这样向彼得说 先是问彼得说 彼得你爱我吗 一共问了三次 彼得怎么回答呢 他说他是爱主的 他是爱主耶稣的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十五节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十五节到十七节 你看到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十五节 十五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十六节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十七节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说我干就可以了 我起来 我上一次 他说 你肯定他说 你其他说 你以为我 跟我身为的 我上次 我上次 你以为我 那便去 我上次 我看他 你下次 你一定得到 我上次 他有一点 我看他说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三次对彼得说 这样子问他 你爱主耶稣吗 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是在问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一样 问我们说你爱耶稣吗 如果我们是爱主的 我们就要照顾主的羊 要将食物给主的羊来吃 我们每个人都爱主 一样呢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 也要去照顾主的羊 将食物给主的羊来吃 照顾他们知道说他们目前在哪里 他们在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他们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的 让我们去照顾我们的信徒 照顾他们 关心他们 去看看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他们的信心如何呢 他们的生活如何呢 我们有责任要去照顾他们 第一点 第一点耶稣 让彼得去做的 就是要喂养主的小羊 小羊就是刚生出来的羊 就是那些刚受洗的信徒 就是那些信心上且还很小的人 就是我们呢 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要拿神的道理 尽力地去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慢慢地 渐渐地来长大 一直到他们能够得救 他们小 他们是小羊 如果说没有母人 将这个道理给他们 喂养他们 那他们的信心会怎么样呢 如果是没人照看 他们的信心就会慢慢地失去 所以我们要特别地照顾他们 要将道理给他们 要让他们要来知道 来多多地知道他们目前的状况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食物给他们 将道理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长大 并且一直照顾他们 不是说只有照顾小羊 羊长大了就不管它了 不是这样子的 第二句话 耶稣是要让彼得来牧养主的羊 牧养是怎么样呢 就是来看这些羊 要知道神羊群的情况 要超他们的心 在看这些羊的工作上 不要懒惰 第三点 耶稣跟他讲的第三句 是让他要喂养主耶稣的羊 我们也都有责任来照顾主的羊 将食物给他们 这些牧人 神派他们出去了 既然受拆派 他们就要去照顾主的羊 我们都要拿耶稣当我们的榜样 我们知道耶稣为了这些羊 来舍着他的生命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献给神 我们将献给神的这个生命 拿来牧养主的羊 神愿意我们讲住 神愿意我们来牧养他的羊 感谢主 我们再来看个经节 看约翰福音十章 看到我们一起读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到这来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的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阿们 阿们 这里关于耶稣来的目的 是让羊有生命 这个生命 得到了并且可以更加的丰富 十一节 十一节指的是耶稣基督 耶稣是一个好牧人 好牧人 他愿为他的羊来舍命 我们这些看羊的这些牧人 也要学耶稣这个榜样 既然神让我们当好牧人 我们看这些羊就要超这些羊的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 因为神已经将这个职责给了我们 我们要负起神给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这些责任 主已经将圣灵给了我们 给我们权柄出去牧养主的羊 当我们去穿福音的时候 人信了 悔改 洗礼了 之后他们这些人的信心 我们就有责任要来照顾了 照顾让他们能够一直在主里面 彈于《路加福音》四章 十八节 十九节 这是关于耶稣来 是为了要救救神子民的经节 《路加福音》四章 十八节 十九节 十八节一起读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被辱的德释放 瞎眼的我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十九节 报告神灭纳人的洗礼 这一段呢是关于耶稣去读 里面有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主的身上 用高 高主 让主去传福音 我们也是一样的 主已经将灵赐给我们了 将圣灵赐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去传主的福音 我们要去贫穷人那里 去那些心里受到压制的人 去告诉他们有关神喜年 神悦纳的日子 是神要赎人出来的时候 这里让我们要出去 我们出去啦 我们再来看彼得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 就是神已经拣选了这些人 因为神已经让我们当牧人了 因此我们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来牧养神的羊 我们要拿耶稣当作榜样 跟着他做一样的事情 跟着他一样的来牧养 主的羊 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蒙招原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讲中行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招来做什么呢 我们蒙招原始为此 这个此就是让我们来受苦 就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受了苦 所以要我们也跟耶稣一样来受苦 因为耶稣留下了榜样 让我们跟随他的教宗 所以当我们去牧养主的羊的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要拿耶稣来做榜样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榜样 留下来给我们了 我们要跟着主的教宗来做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 他不会丢弃 不会撇下任何一只羊 主总是照顾 总是看顾他的羊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也就是一样的要来照顾主的羊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要定睛看着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使 也是我们信心之中 我们要用心照顾主的羊 喂养主的羊 我们知道 我们牧养主的羊 我们要用心 要尽心去做 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做 我们这样做 不是为了要有奖赏 我们这样子去做 是为了主而做的 我们看彼得 前书五章 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到三节 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到三节 我们一起读 二节 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三节 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这里圣经也是一样的吩咐我们要来牧养主的羊 就是那些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羊群 我们要照管 要甘心的来照管 不可以出于勉强 当我们甘心乐意的去 照管来牧养主的羊 我们去做的时候呢 不是出于勉强 我们要出于心的来甘心的去做 如果说我们是勉强的去做 那对我们来讲 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我们所做的功也不会是好的 我们这样子的心来做事情 神也不会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要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是甘心的去做 我们去牧养主的羊的时候 我们去照顾那些羊 我们去给它食物吃的时候 主就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照顾羊群的时候 需要什么神都会供给给我们 重要的是我们在牧养的时候 要甘心的去做 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 牧养神的羊不是为了贪财 我们去牧养是为了要合神的心意 讨主的喜悦 并且这样子做是为了要做群羊的榜样 我们按神的道理来做 给群羊们做一个榜样 因为神已经召我们来做他的羊 来做他的牧养人 所以当我们在牧养羊群的时候 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要谨慎 所做的事情 全都要是按照神道理来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羊群 都一直看着牧养人在做什么 如果牧人做错了 羊群就跟着牧养人一起做错 所以神既然已经召我们来了 我们就要将这份工作做好 要给羊群做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患难 遇到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定睛地望着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是为了主来受苦的 我们不要觉得羞愧 我们再看一个经节 彼得前书四章 15节16节 彼得前书四章 15节16节 你们中间却不可 有人因杀人 偷窃 作恶 化管行事而受苦 16节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奢侈 道要因这名 归荣耀给神 Amen 这里呢 是告诉我们说 这些牧人 不要因为杀人来受苦 或是说偷窃来受苦 或是因为作恶而受苦 或是说去做好管闲事的事情 而受到苦难 圣经免离我们要为基督而受苦 要为主的羊来受苦 当我们为基督为羊来受苦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羞耻 因为圣经已经有道理这样子的来教导我们了 当我们为基督受苦 我们跟主就有份了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要因为为主而受苦感到羞耻 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用心地来做这一份工作 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份圣功 是神招我们来做的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神已经有话告诉我们了 不会落空的 我们看 看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五十八节 我们看到的时候一起来读 五十八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不要坚固 不可搖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这里主已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了 我们要坚固不可痛动摇 来做主功 主的功有哪一些呢 传福音照顾神的羊 将食物给羊吃 并且要丰丰富富的意志提供给这些羊吃 我们努力做的 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些劳苦 主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所以我们不管在主里面做的哪一些事情 主都会把它记下来 会按我们所做的这些来赏赐给我们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弟兄姐妹们 应该要 要快快乐地去服侍住 我们所做的主都会纪念的 圣经有这样子给我们确认了 所以我们要甘心地 又乐意地去服侍神 要照顾神的羊 并且呢 给他们食物吃 要知道主羊的情况 要常常 实时地知道他们的状况 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一直都跟神在一起 等耶稣来的时候 才可以都一起去跟着神走 感谢主 今天的道理 愿一切荣耀都会可以归给神 感谢主